好,題目 題目現在是給你一個圓的方式 s平方y平方 然後加2s-4y加k 然後又給你一個p.31 然後題目跟你說p在圓外 還要問時數的關係 好,那這題目要考試說 考試點跟圓的關係 那如果點在圓外的話 是不是點跟圓線的距離比半徑大 那點在圓內的話 是不是點跟圓線距離比半徑小 好,ok 那基本上呢 它是在考什麼概念 我們大概先來說一下 它是在考這個東西 就是我現在給你一個圓 你想像一下 它在考的意思是說 如果有一點p給你 那p在外面 ok 然後我現在有個圓 那你怎麼知道圓在外面或裡面 這邊要考的是那個 如果這兩點距離啊 比半徑還要大 比半徑還要大 比這個距離還要大 那是不是就外面嗎 那如果你的這兩點距離 比 假設你這個p在這邊 是不是小 那是不是就會在 比半徑小 是不是就在裡面 所以它這題要考這個概念 好 那現在有題目概念有了以後啊 那這題也很特別喔 這題它是給你什麼 它給你的方程式 但這方程式也不完全喔 它有個k 有k 然後呢 反而是我點是知道的 點 我們這邊把它標上去 3 都點1 這知道的 然後在這個方程式裡面 其實啊 它給你一個東西就是說 它是不是給你的 平方平方 還有s 係數 y 係數 其實我已經可以建議知道 這個方程式的圓心啦 所以我們先可以把圓心找出來 那解出來 我先把配方體調出來 所以變成 加1的平方 y-2的平方 好 這邊很特別喔 我這邊直接寫 把k過還是-k 然後咧 這邊配方的話 應該是加1平方嘛 這邊多個加1平方 這邊多加2平方 所以我們當作右邊也加了 1平方加2平方 好 那在這邊補充一下 這邊補充一個概念 複集一下 圓啊 一個點心的110 就是標準式啦 它應該是 x-圓心 這邊是 但是不是這題考試的重點 我們補一下齁 它實際上要講的一般事是 這是x-s0 然後y-y0 等於r平方 在這邊的話呢 x0 y0是指圓心的意思 r是半徑的意思 欸 複習一下喔 這是基本常識 OK 好 這邊我們放到旁邊 好 那我們回來題目 那這樣方式給你以後 其實在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件事 是不是這邊的 r 是不是等於-k加5 喔 r平方啦 你看我對照一下喔 是不是r平方 r平方 r是半徑喔 所以-k加5是半徑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件事 現在啊 好像我有個半徑 叫-k加5 我這邊特別用別的顏色好不好 做區別 我這邊用藍色區區別 是-k加5 但你記得是根號 因為它是平方厚 你沒有平方開根號的意思 然後我現在要量點距離 是不是 假設這個圓心叫O好了 是不是op的距離欸 是不是要比這個半徑大 所以我現在只要去推倒 op 利用這個 op距離比半徑 根號的-k加5 還要大就可以了 好 那op距離的話 是明確的數字知道嗎 是不是 圓心是3 1 喔 講錯了 圓心是-1 -1 跟-2 我這邊標出來齁 圓心是-1跟-2 這兩點知道嗎 所以我只要3跟-1相減 然後加上什麼 y-y是1-2 的平方 那這個就是op嘛 推下來是op 然後另外一邊呢 是-k加5 那這邊算出來的話 這邊是 12 4 16 這邊是1 17 所以是更號17 然後大於更號-k加5 好啦 那這邊的話 當然是更號裡面有為正 等一下我們再判斷 如果有遇到問題的時候 那這邊的話 兩邊都有更號 我先把它直接去掉 是不是變17大於-k加5 所以我們可以間接推出來一件事 我們k是不是大於 大於 大於 把這邊移過來 那17移過來是不是-12 所以我的範圍已經找出來了 好 那他說圓外 所以這邊不能等號 等號是不是等於在圓上 這邊要注意一下 好 所以答案ans 我們ans要寫k大於-12 好 那再來還沒完齁 因為我們現在找出來了 這個剛剛不是提到嗎 這個 絕對值裡面是不是要為正 所以我們現在只知道其中一個答案 那我還要找更重要 這常常會錯的喔 是不是絕對值裡面必須為正的話 -k加上5 這是不是要大於0的意思 是不是要大於0 所以你要多這個條件 OK 那這邊能不能等於0 不行喔 因為這邊所指的是什麼 半徑的平方 如果半徑平方等於0 是不是這就不是圓啊 所以不能等於0 所以這邊也很重要 我可以知道一件事 把它移過去是-5 那把它同齒於-5 是不是x小於-5 所以這邊有另外一個條件 這時候啊 我要必須把這個條件跟這個 混合 所以最後很重要 我的k 大於-12 小於-5 明 Gos jurisdiction 等於0 1 1 2 2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